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性 构成了五彩斑斓的景象 在这其中 祠堂文化的分布 尤为引人注目 在南方地区 尤其是华南地区 到处可见各种的祠堂 每个村 甚至很多个家族都有祠堂 而北方地区则相对较少 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 祠堂在我国文化中的地位 祠堂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 更是家族凝聚力的象征 它代表着一种对祖先的敬仰 对家族传统的尊重 同时也是对家族成员 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 因此 祠堂的存在对于维护家族团结 弘扬家族精神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南方人热衷于修建祠堂 与南方的地理环境 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方地区多山 多水 多增地 但人口分布相对稀疏 这种地理环境 使得南方人更加注重家族的凝聚力 因为只有家族团结了 才能更好的 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不然就被淘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南方收稻谷或者建房子时 村里面的人都自然而然的去帮忙 因为大家知道 互帮互助才能在艰苦的环境生存下去 同时南方的经济发展也比北方早 商业活动也更为活跃 在商业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显得尤为的重大 而祠堂正是培养这种信任和合作的重要场所 因此南方人非常注重祠堂 要商议什么大事情都需要拜一下祖宗 让祖宗做个见证 当然了 这种事情并不科学 但人们就经常这样做 与此相反 北方地区地势平坦 种植农作物方便又容易 一个人干活都可以养活一家人 不太需要外人帮助 而且人口分布相对密集 那么外人也不敢随意的欺负这种地方的人 这使得北方的家族结构相对松散 对家族的凝聚力的需求也相对较低 此外 北方的儒家文化影响甚远 强调的是个人的修养和社会秩序 而不是家族的团结 因此 北方的祠堂文化并没有像南方那样繁荣 另外 历史因素也对南北祠堂文化的差异产生影响 历史上 我国多次经历战乱 和移民 许多南方的家族都经历过漫长的迁徙历程 在这些过程中 祠堂成为了他们维系家族情感 追溯家族根源的重要文具 而北方地区虽然也经历了这些历史事件 等于人口基数大 家族结构相对简单 因此对祠堂的需求并没有南方那么强烈 而且北方战乱更频繁 毕竟北方地势平坦是古代郡王爱征之地 所以时常发生战乱 既然这样 人们就没有必要修缠祠堂了 因为每次战乱 祠堂等建筑都被毁掉 会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些就是南方注重祠堂 而北方对祠堂不感兴趣的原因 当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南北之间的这种差异正在逐渐的减弱 现代生活节奏快速 人口的流动性大 使得传统的家族观念受到挑战了 但同时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加深 祠堂文化也在逐渐的复兴 在许多城市中都出现了仿古的祠堂建筑 不仅用于祭祀祖先 还成为社区居民交流活动的场所 对此你怎么看